肖战,你的暖男形象能维持到什么时候?肖战差,那是不可能的,他是我的偶像。 以前的肖战,龙丹妮看不起,但是现在肖战红到了全世界,拿了那么多的奖项,接了那么多的代言,出演的每一部剧都是炙手可热。 龙丹妮虽然给了肖战机会,但他对肖战的评价并不高,也没有打算让肖战走上这条路。 最重要的是肖战上节目的时候,年龄比其他选手都要大,经验丰富,有自己的想法。 龙女士是一个典型的女强人,她对艺人的要求很高,就像是一张白纸。 她手下的很多艺人,都是一些涉事未深的年轻人,但是肖战却不是那么好控制的。 她不但没有把肖战放在眼里,反而在节目中公开指责她,说她眼神呆滞,嗓音沙哑。 龙丹妮在表现好的情况下,忽略了肖战,当她的演技有缺陷的时候,她就会被指责。 但肖战其实并不差,面对肖战,舒吉和李雨春都会为战战辩解。 肖战每次见到他们,都是一副很热情的样子,隔着老远就会跟他们打个招呼,给他们拍照。 肖战是一个很知恩图报的人,那个时候,她还是第一次踏上演艺圈,并没有接触到任何的选秀节目。 所以她在舞台上的表现,或许会比其他人慢一些,自己的缺点也很多,平时都是在练习室里练习,也会向老师请教一些关于表演的细节,还有一些关于歌唱动作的技巧。 虽然被老板嫌弃,但是肖战还是靠着自己的毅力和粉丝的努力,顺利地进入了娱乐圈,原本以为她会有一番作为。 但X9的人气已过,公司就不再管他们了,也不给他们任何资源,让他们自由发展。 更何况,龙丹妮本来就对肖战没什么好感,对于她以后的发展,也是无所谓的。 肖战也不会束手就擒,她开始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资源。 魏无限的陈情令让她的价值直线上升。 龙丹妮也没想到肖战会火,那时候她一点都不开心,甚至还说过后悔让肖战去演陈情令。 这是怎么回事,阿倩,她能拿到魏无限,也是靠自己的努力,和你有什么关系,也难怪肖战会这么急着和她解约。 后来她向经纪公司提出了解除合约的要求,但是解除合约要支付一笔不菲的违约金,肖战没有那么多的资金,两人的谈判并不顺利。 直到19年5月立案,而在这段时间里,陈情令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,公司应该是觉得肖战有很大的利用价值,所以才会私下解决。 9月份肖战开了一家工作室,公司也不插手她的事情,但是肖战挣到的钱,都是按照合约和公司来分配的。 而她的账号也被冠上了X9的名字,她虽然看起来很有钱,但其实并不是很有钱,赚到的钱都要分给哇唧哇唧。 肖战的热度太高了,很难完全解决,不到万不得已,哇唧哇唧是不会放她的,毕竟谁愿意放弃一棵摇钱树,但是,任何一份合同都有一个期限。 按照合同的时间,肖战和哇唧的合同是2026年,但是现在,随着肖战的发展,地位也在不断地提升。 这三年来,她和哇唧哇唧,龙丹妮都要有新的合作了,两人平分,五五开。 前段时间,肖战工作室的商标转让也在业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,原本是厦门中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, 将在XZ影视等26种品牌的商标转让给了北京主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。 这说明肖战已经有了自己的公司,这是一个好消息,法人是肖战的父亲。 网友们推测,肖战这是要离开哇唧唧哇,但无论怎么选择,他都会考虑清楚,我们只需要支持他就行了,其他的都不需要我们操心。 肖战对于自己的发展方向,也有了一个清晰的计划,他要尽快地将自己的演技提升上去,然后在2026年之前完成自己的职业生涯,流量的确帮了他不少忙。 而且我们也明白,流量并不能决定一切,还是要靠实力说话。 肖战现在30多岁了,娱乐圈队年龄的要求也很高,基本上5年一次,80后的明星们早已经有了自己的目标,90后的男明星们也都在做着自己的事情。 95后,00后,新一代的崛起,吴磊和易烊千玺都在用自己的能力去证明自己。 肖战现在要做的,就是努力提高自己,不要被市场给淹没。 本来瓦唧瓦唧还打算把他拉到综艺公司去,有很多的资源,但是肖战直接否决了。 客观地说,上个综艺节目,不但能快速提高自己的人气和热度,还能大赚一笔。 不过,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,如果他参与的太多,观众们就会对他产生一种固有的印象,这对他的角色塑造很不利。 而且肖战一心扑在了工作上,闲暇的时候,他也会努力地提升自己的演技,为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。 王牌部队算是他的首次转型,跟以前的角色不一样。 他扮演的是故意也,吞去白皙肌肤,抛弃偶像形象,肖战一身军绿色的制服,短发显得特别的清新,纯粹而坚毅的眼睛,在这一个完全展现了出来。 肖战在剧中展现了他在各个时期的进步,他从小在军营长大,一直梦想着参军,所以他放弃了高考,选择了参军。 从小玩到大的发小,追着他跑到车站,哭着问他,你想要他,还是我,他拉着他,想要往家里走,想让故意也心软,故意也坚持要从军。 在这一瞬间,我们仿佛看见了一位年轻的年轻人在保卫自己的国家,但这些年轻人骨子里都是骄傲的,他们从小就喜欢当兵,学到了很多军事方面的知识,觉得自己有几分本事,总觉得自己很了不起,喜欢吹嘘自己的不切实际。 装出一副老诚持重的模样,但是,小孩子毕竟是小孩,当他遇到爱情的时候,他的眼睛就是智慧的眼睛,当他生病的时候,江南征会用手帕把药包起来递给他,晚上偷偷地躺在床上,嗅着那块手帕的味道,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孩子,小编很喜欢他对爱情的洒脱,他想起了自己在沙滩上和江南征约会的场景,故意也充满了阳光,充满了对爱人的喜悦。 他脱带了上衣,跳进了大海,用手比划着,我就是海燕,这才是我们年轻时候的样子。 故意也在经历了一场真正的战斗后,整个人都变了,亲眼看到自己的兄弟们在战场上死去,他才第一次认识到了战争的残酷,而且还得了轻微的创伤后应激障碍,感觉自己要疯了。 战战那血红的眼睛,那无助的样子,让人看了都会心疼。 不过,经过这一次之后,故意也已经长大了,他的眼睛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锐利。 那个在沙滩上耀武扬威的少年,已经变成了一个更加强壮的战士。 肖战是真的在演戏,也是他花了122天的时间,将他塑造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。 而肖战也没有就此罢休,而是再次进入了话剧圈。 要知道,话剧对演员的水平是非常高的,至少要有高超的演技和临场应变能力。 一套一套的,绝对不能安忌,再如梦之梦里,他扮演的是五号病人,以前是胡歌扮演的,所以很多人都在等着看他出丑。 但是肖战却成功了,他的台词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 根据剧组里的一位演员透露,肖战在第一次彩排的时候,就已经将所有的台词都背了下来,而且发音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 五号宇在生病之后,也是如此,这名教师的五号人物,在呼吸和声音上都有一种细微的相似性,这让他的人物更加契合。 肖战在一些小细节上做得很好,五号和妻子在一起吃饭。 当妻子说没有看到他的父亲的时候,他紧张地揉了揉自己的裤子,将自己不小心触碰到别人隐私的尴尬表现得刚刚好。 无论是表演,人物塑造,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。 他能走到这一步,本身就是一种勇气,而且他也没有让观众失望。 无论是同行还是观众,都觉得他的表演太震撼了,让人情不自禁地跟着他走进了五号病人的心里。 肖战的事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,他在梦中那片海中出演了北京少爷肖春生,这种充满了正义感的题材,还能将老一辈的人生演绎得淋漓尽致,让人津津乐当。 为了让自己的角色更好,战战特意学习了北京话,特意找了杨子帮忙,目前这部戏已经快杀青了。 前段时间肖战回京的时候,被人拍到了,他一大早就去了机场,被这么多大牌盯着,他的心情肯定不会太好。 虽然他穿着正装,戴着口罩,戴着牙蛇帽,但他还是将卫衣帽子都戴在了头上,这一点很容易就能看得出来。 我也希望你们能继续关注我的工作,我也希望肖春生能尽快地和你们重逢。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,肖战的转变绝不是空穴来风,肖战的前途不可限量,希望他以后能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好作品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,请各位宝宝们点赞,支持我们肖战的节目。 你真的不要去看一看吗?肖战的所有信息都在这个频道里,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赶紧订阅吧,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肖战的精彩内容了。下次见!